继续来探讨的是台湾人相当喜欢的运动棒球 昨天8月30号日本职棒的独卖巨人队 在东京巨弹主场对战广岛队 杨代刚挥出四打数一安打 最后巨人队是以6比4击败广岛队 其实过去10年杨代刚在北海道火腿斗士队 拼出超高人气 外媒甚至分析整个北海道的经济复苏 都跟火腿队脱不了关系 才让巨人队愿意开出5年15亿日元以上的合约 挖角杨代刚 日本职棒除了舍得杂大钱网罗球员之外 还有不少的球团经营数 为球团的出现地带来好几百亿的职棒商机 台湾好手杨代刚30号登场东京巨弹 为独卖巨人队担任开路先锋打第一棒 二局下杨代刚急出三垒滚地球 七局下杨代刚急出中外野二垒安打 成功将连续胜雷场次推进到25场 最终竞员队以6比4击败广岛队 本次经济就在这一场一场球赛中 酝酿超乎预期的庞大生机 正因为职棒运动产业中战机就是基石 日本职棒球队无不争抢来自世界的优秀球员 最早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砸下两亿运员 引入棒球数据分析系统 杨代刚正是系统启用之后 火腿队选进的第一人 胜率从此大幅提升 在北海道当地火腿队支持率高居77% 远远超过巨人队和板神队 火腿队甚至一口气推出24种不同的看台座位 像是野餐席 榻榻米席 或是方便女性置物的灰姑娘席 本次专属的杨代刚席等等 这样的安排女性球迷最先买单 火腿队不但是日本职棒第一支 针对女性行销的球队 女性入场比率更高达55% 一场4万人的比赛 带来的经济效益约2亿月圆 每年总共可为北海道 带来超过百亿月圆的消费 因此2016年3月 新干线终于直通北海道 在终点站迎客的广告不是花海景点 而是火腿队的大型看板 尽管2014年消费税提升 让北海道GDP成长率走下坡 但在职棒经济带动下摆脱衰退 回到平均成长1%的水准 失业率也从2012年的5.7% 降到2017年第二季的3.4% 职棒经济奇迹 还不止发生在北海道 2016年广岛鲤鲤队 魁为25年拿下日本职棒联盟冠军 球场内球场外都能开到红浪铺天盖地 根据关西大学教授研究 一旦鲤鱼军团封王带动了消费与投资 将在广岛县内行程高达331亿运元 约102亿台币的经济效益 广岛银行祭出封王优惠存款方案 促使去年存款金额破纪录 冲上1981亿运元 也难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说 为了振兴日本经济 希望将日本职棒从12队扩大到16队 瞧的是就连台湾总统蔡英文都喊出 希望把台湾职棒从现有4队增加到6队 只是台湾职棒进场球迷平均人数约7000人 远低于日本职棒巨人队板神队 动辄4万人起跳 从规模上来看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才能在职棒经济也积出满贯权雷达 记者许全吴国豪 东京采访报导